师父每日 佛言佛语 转凡成圣 学佛 学什么 如果从人间的角度来看 佛就是人世间中 人格 福德 智慧最为圆满的人 我们在世间 首先做人要有人格 要有福德 更要有智慧 所以学佛 首先需要修身立德 道德品行为上 要从一个颠倒梦想的凡夫 修成一个品行高尚的圣人 并要纠正累世的无名烦恼 要将自己过去所有的恶 全部转成善 不但要转 而且要忏悔 对自己所有的错误 要有个认识 用现在的话讲 叫转染成静 你才能先由一个人 变成一个圣人 叫转凡成圣 世上快乐的定义 从不同角度来讲 有不同角度的快乐 如果从人的角度上来说 快乐就是吃喝玩乐 如果从佛法上来讲 快乐就是没有烦恼 没有悲伤 脱离了人间的一切障碍 消除了业障 那才是真正的究竟快乐 这种快乐 是没有忧伤的快乐 是从心底得到的法喜和法乐 这种快乐 根本不是吃喝玩乐 能够得到的 多少人 在一边玩的时候 一边哭 一边想着自己烦恼的事 玩也玩不畅快 多少人 在吃饭的时候 边想着自己 即将要去参与的 那些痛苦事情 多少人喝酒 是因为烦恼 多少人的快乐 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中 这些是人间的吃喝玩乐 而佛性的快乐 那就是没有了烦恼 没有了争吵 去除了自己的忧郁 恐惧和别人对你的毁谤 吃喝玩乐 虚幻梦 短暂逍遥 迷惑中 欲望一时得满足 很快烦恼 让你哭 首先要懂得 人的业力 会在你一生的生命当中 一直让你痛苦不堪 犹如一个小孩子 一出生 就动过心脏手术 他可能一辈子 就带着这个痛 有的人一生出来 父母就离婚了 他可能一生 就要带着这些悲伤活着 这些都是人间的苦难 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业障消除 生命就会污浊不堪 师父曾经讲 如果业力是一滴墨汁 滴在一个盆里 整个盆会被染黑 但是只要你将这滴墨汁 放入大海里 就会瞬间消失 而学佛人 不断地为众生付出 帮了别人 也消除了自己的业障 犹如将自己的业障消除后 归入大海 这种看不到的快乐 不是人间那种吃喝玩乐 一时的满足 所能得到的快乐 而是你活在无尽的包容 付出和慈悲 带给你永久的发喜 无名烦恼 虚结账 转恶成善 事为上 转凡成圣 对上仓 一事修成 断仓丧 修心 就是修的你这颗心 让你转恶成善 转染成静 转凡成圣 什么叫转 转就是变化 这个世界 你不向前走 你就会被别人甩在后面 这个世界 你只有进步 才不会退步 你就是停滞不前 你也在退步 因为别人都在往前走 你的品行高尚 心地善良 就是你修成佛的根本 所以学佛人 根基非常重要 我们度人也是一样 一个没有学佛的人 就是根基和缘分浅薄 就会没有福德之相 我们做人 我们做人要顶天立地 坦坦荡荡 光明磊落 心底无私 天地宽 人心与天地相合 这是世如道 共有的修真果地 世如道 共有的入世修真的真地 明真理便无我 此乃圣人 夜不消 求欲望 此乃为人 包容付出 无人及 品德高尚 人欢喜 学佛先要 学做人 人成才能 即佛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